这场飞和大游行虽然民进党花了好大的心力串联北中南东大游行 不过游行前呢 党中央就已经下达低调 不要带头游行 所以党内天王们是各自带队压后 而民进党主席苏正昌就表示要回应民意 就要直接听见和四 废和大游行政治人物退居第二线 答出和四问题超越蓝绿不分党派 民进党主席苏文昌和亲民党秘书长刘文雄 并肩一起走在最后一队政党大队 要求政府立刻停建和四 不要再浪费时间所谓对话 应该立刻停建和四场回应民意 所有的政治人物你不一定要做头 但是你应该要跟他们走在一起 了解他们的心声然后做最好的决策 行政院前委长游锡坤陪同苏文昌带领政党大队前进 民进党其他天王谢长廷和蔡英文 则是刻意避开苏文昌带领的政党大队 加入公民社团大队表达反核立场 如果他们已经这样子的坚决明确的要续建的话 那我们要先问他们说 他们建这些反核人士 他目的究竟在哪里 跨越这个党派更多的人觉醒到说 我们跟这个土地的联系 跟这个大自然的联系 一直为反核四公投努力的前副总统吕秀莲 也走在社团大队 当然没有缺席这场重要游行 没有拿党旗政治标语 民进党天王们想要淡化这场运动的政党色彩 但一举一动还是受到各界关注 有点TV综合报导